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 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目的 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只希望和大家一起 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或者建議我們每個人 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這個問題真正被解決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負責人 在當事人負責人 有些什麼可以處理的問題 好了 我們今晚的題目 就是 人人都是大富翁 我們很開心 請到兩位 可以這麼說 在錢銀方面 应该是专业人士,两位都是CPA来的,是一个香港的注册的会计师来的。 除了李永康之外,我们请了麦保文小姐Cherry Mac, 和朱凯琳Carrie Chu, 他们两位都是在财经界,或者可以在理财方面都很有经验的, 大家都是香港的注册的会计师。 今天我就拿到这些报纸和资料, 原来香港有很多悲剧出现, 有一位叫车轮大王, 他是代理Toyo,一个日本的车胎, 这位人士可能因为生意失败, 令到他要去转行, 去做那些好像在澳门, 经营一些赌场里面的工作, 结果财政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让城烧炭, 他和他太太和三岁的小孩都是烧炭自杀的。 原来韩国有一位电视剧集和节目的主持人, 一位男性都是因为财政方面借了很多高利贷, 还不到, 在自己的车里面也放死气自杀。 又一个很大的报告, 原来香港失业人士的自杀率很高, 如果男人失业, 他的自杀率是10倍于普通香港人的自杀率, 而女士失业的话有20倍, 20.4倍。 你会看到, 理财这个问题, 财政的问题困扰很多人, 包括很多曾经是很成功的人士, 例如这位车轮大王那样说, 他的朋友报道, 他曾经说, 如果我们有1亿, 那我就可以退休了, 而根据他们的看到, 他曾经真的有那么多钱, 他在买了三达的豪宅, 在新界那里, 那时那个市值都差不多是过亿的, 但很明显, 他没有过亿就退休了, 他继续要做他的事, 结果就出现生意的财政问题, 导致他们要采取自杀的行为, 其实我相信, 香港人如果你问他们, 最想要做什么呢, 大家都希望发达, 如果自己不发达, 希望自己的老爸是李嘉诚先生, 香港做很多普策都是这样的, 人人都想发达, 但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 人人其实都是个大富翁, 其实你已经是大富翁了,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感觉,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穷, 很多人有很多卡数, 原来好像说不清, 那我们请Cherry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呢, 什么人人都是大富翁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我和朋友讨论了几天, 每个都问我, 为什么什么人都是大富翁呢? 我哪里有钱, 我哪里有富有, 我很穷的, 每个都这样跟我说, 唉, 我想一下, 我怎样从一个会计师的角度, 跟我身边的朋友说, 喂, 你真是大富翁来的, 接着呢, 每个就说, 喂, 你不是说会计师, 是的, 我只有这么多的钱, 我怎样是大富翁呢? 其实呢, 会计师呢, 很多人就以为, 看什么呢, 就是看钱, 我桌上这盘数是这么多, 我有loss, 我现在有债务, 即是我不富有, 我穷, 接着我就不开心, 我很失忆, 我很挫败感很大, 我不开心, 我很穷, 那其实呢, 其实呢, 是怎样, 每一间公司, 都有机会是钱的, 人都一样, 一定会有挫折, 一定会有不开心, 但是呢, 是不是只是看, 是钱那一刻呢? 或者是有债务那一刻, 其实应该怎么看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呢, 如果一间公司真的虚钱的话, 一个厉害的会计师, 我厉害的会计师, 其实看什么呢? 看off balance sheet event, 即是在账面以外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不会是, 有些事情, 我们在账面里面看不到呢? 其实对公司来说, 很有价值的呢? 那当然啦, 如果在会计的角度, 我们要去报告一个off balance sheet event, 都要经过一些比较仔细的 criteria, 不是说, 我们公司现在很厉害, 有一群很厉害的团队, 已经可以报告, 不止这么简单, 公司角度不止这么简单, 但个人来说, 会不会是这样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失忆, 我不开心, 我好像, 有点疑负债, 我好像最近, 找钱不够花, 那怎样呢? 我很失忆, 不开心, 那其实会不会你想想, 身边有没有一些东西, 其实是, 在账面上, 看不到, 其实是你access来的呢? 或者, 如果我今天, 在公司不开心, 或者是, 无端端, 可能经济不好, 不知的, 那怎么办呢? 我不开心, 看账面以外的东西, no big deal, 其实个人都是这样, 可能我有一个, 很疼我的丈夫, 很支持我的妻子, 一个很健康活潑的子女, 那我仍然很健康的父母, 或者是, 我已经住了一个很舒适的家, 我今晚吃了一顿好的饭, 那这些全部都是, 你账面上以外, 你拥有的东西来的, 其实我们全部都要看的, 在会计的角度里面, 在公司里面, off balance sheet的event, 全部都要看, 其实在人生里面, 你所有off balance sheet event, 全部都是要看的, 那我呢? 今天呢? 今天凌晨日, 上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 古臣, 古臣传授, 传授致富十色, 这是官方的巴菲特自传, 古臣传授, 官方的, 他说, 首本官方版自传, 古臣和他的, 应该是徒弟, 可能是斯朗德这位女士, 他就花了, 不知多少千个小时, 他将, 不菲特的, 成功啊, 他的经历啊, 或者失败, 将他一一进展在这本书里面, 有成千多页啊, 好像说, 我也想拼来看, 那里面呢, 这个报道呢, 就简介, 里面, 有一个十, 十一个重, 十个重点, 不菲特想提醒, 我们这些一般不负不负的人啊, 最后一个重点, 很特别的就是, 儘管呢, 不菲特是拥有, 世界上很多的财富, 但是呢, 他不用金钱, 来衡量自己的成功, 他现在看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 他想知道, 究竟呢, 现在呢, 是有多少人是爱他自己, 和实际上真正正有多少人爱他, 他想有多少人爱他, 他想想有多少人爱他, 和实际上真正正有多少人爱他自己呢, 他想想这一件事呢, 要衡量他这一世人的成功和失败, 那这个呢, 我今天, 应该是今天找到出来的, 看看是不是, 应该是, 昨天, 昨天是, 这个在我定题目之后, 发现到的, 应该是支持我今天要说的, 啊, 那既然不菲大家这么说, 那我们是否应该, 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 其实是有多少东西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说富有, 富有英文叫rich, 和财富, 可能是金钱上的多少, 那当然, 巴菲特呢, 他是一个, 就是世界上的, 数一数二的首富, 那在他已经有这么多钱的, 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觉得钱, 不是太紧要了, 是吧? 但是, 亦都知道呢, 他的为人呢, 就是, 很厚道, 和呢, 很可憐, 他是很, 很, 很,很坡实的人, 就是, 就是, 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般香港的有钱家庭的生活方式 当然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不尋常的人 而他的价值很明显不仅仅在那个钱 当然 你可以说你有那么多 当然没所谓 当你没有那时看是怎样 但始终也好 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 我们可以问一下 我所形式的人里面 真是很有钱的人里面 他们是否真是很幸福和很开心呢 所以我们刚才想说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 感觉到富有 就是feeling rich 就不一定是要在我们的钱费方面有多少的积蓄 有多少材料来衡量的 因为世界上很多很有钱的人 其实一点都不开心 那么其实最终最终 你想有多些钱 那不是 钱也吃得多少 你钱不可以变成食物的 钱也不会给你带来爱 很多有钱人的经历 因为他有钱他反而有很多的顾忌 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他的爱人 他们经常都会害怕 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他 是不是因为他钱费呢 或者真心爱他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being rich 富有 其实不只是在金钱那里这么简单 那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但当然我也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没有钱的 你的生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 那我也都看得到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经济上富裕的人都比较开心一点 起码不用休茶休米先 好了 那作为你在过去下 我想你在这方面的工作都相当长的时间 那你都看过不同的财务的数字 那我也有位朋友也是做 他以前有一家会计师的 那他就买了给人 买了盘 那跟着呢 因为他以前看过很多账目 他知道哪些行业就有钱赚的 那所以他根本是收购 收购他认为有钱赚的那些公司 那就是他就 结果他就做了这件事 那他也都很有钱的 那好了 那如果一般人都觉得 他是想有钱起来的 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可以帮得到他们呢 因为你刚才我也提及 就是有钱和懂得理财 可以说是两件事的 因为有些人可以很有钱的 但是结果呢 不懂得理财呢 又什么都没有了 那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呢 我们懂得理财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比你会不会很有钱的 因为你可以变得很有钱 你可以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理财嘛 那所以在那个选择方面呢 我觉得呢 其实呢 是教别人去理财 尤其是今时今日的年轻 年轻人 我们也看到了 大学生里面很多人呢 就是大学一毕业呢 就没有多久呢 就卡数什么都很厉害的 直接可以这么说 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些卡数呢 就已经周身债了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挺严重的 那很明显 那就是很多款数 所有公司破产的原因呢 就不是一旦是他没有钱 不一旦是他窮 而是他将他所有的资源 用在错的方面 我用语言语言 I can certify your need not your greed 哈哈哈哈 那你作为一个accountant 或会计师 怎样能够令到所有人 他对于自己的财务概念 他自己的财务概念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那是反而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 你刚才所说 只是观念而已 我有钱和没有钱 开心不开心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是你自己会知道的 我可以好有钱 但我可以好不开心 可以好没有钱 但我可以好开心 因为我真的亲眼见过 在非洲很多人 他们开厂 非洲那些人 他们就是来做厂 他们没有工 就是给抄备吃的 有什么令到他开心 就是天下雨 下雨 那些农藏物就会生长 不开心 那天不下雨 那就不开心 因为那些农藏物可能会枯萎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很有钱 非常不开心 真的跟妻子三 那份 他太太 什么人都有齐 但是 没有人会理他 他是孤独老人 除了第一件事 他的观念要改变 第二件事 就是他有个工具 令到他 把他的那盆章 理得好些 这件事 就请两位会计师 教一教我们的亭众 我就很认同李先生的说法 就是有钱不一定开心 但是穷 很多穷人很开心 我的上一代 是穷 没钱的 我妈妈告诉我 小时候全部都很开心 很开心 八九个兄弟姐妹 share一个公仔麵 一人一口 很开心 八九个人 吃一口公仔麵 怎样吃 刚刚出钱一丁 还跟我说 我说什么事 我给一百出钱一丁 你吃 你看你开不开心 你吃酒也似 我想是主要心态上的问题 刚才提到 现在的年轻人 一大学生的歧视 去到大学 我昨天才看到 不断申请信用卡 申请信用卡 就是要借贷消费 将来就是他们的负债 一定是负债 现在读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赚多少钱 你可能 補下集合 帮補下自己的生活费 消费 消费就要有钱 有钱 有钱就借贷 借贷消费 其实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 整个美国都是这样 整个美国都是这样 所以不非得说 千万不要借钱去消费 这是整个美国的通病 所以千万不要来香港 千万不要来中国 千万不要来中国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 要改变他们根深替故的洗钱模式 现在的大学生 都未到一个很根深替故的洗钱模式 去借钱消费 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们出来 就是要教授他们一些正确的理财方法 我们曾经在中学的时候 说过一个理财的观念 一些巡回的活动 现在已经整天到处去 我们自己也是有一些理财班 通过一个游戏方式 令到成年人明白 如果你花大了 借钱消费 你的后果会是怎样 通过一个游戏 令到他们明白的后果 其实人们都知道 借钱去洗 遲些才去还 其实是很麻烦的 不过改不了 你改不了 未能感觉到后果的严重性 我希望可以通过某些游戏 或者讲解 令到他们明白到 后果会是怎样 但可能后果自负 可能他们明白后果之后 仍然都是这样 但是起码 将正确的信息 带给他们 通过一些讲课 或者游戏 将这些信息带给他们 例如游戏方面 我也知道 罗伯特杰莎杰 有一个系统 很好的 他的本书都很长 《Rich Dad》 《Poor Dad》 《Rich Kids》 《Smart Kids》 其实很多本书都出现了 他们的系统在很多国家 已经有很多人采用 我相信在这方面 你可以说 他用什么方法呢 例如这个游戏 大家都听过《Monopoly》 玩大富翁 其实游戏是怎样进行呢 还有你过去 开过一些特别的班 这班不是教人做会计的 是教人所谓理财 是怎样做法呢 还有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呢 一般人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游戏的形式就是 去模拟一个人的两种生活状态 第一就是你打工 第二就是你不用打工 财务自由 已经不用做 不用工作了 有大把钱 然后你可以享受 但大部分人都是 先要在工作里面打惯 做很多年东西 然后存够钱 才可以跳出老鼠错口框 去到财务自由 在过程里面 在一个游戏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职业身份 有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支出 在过程里面 你就要安排自己的收入 再安排自己的支出 然后不停存资产 减少你的负债 令到你可以跳出一个 最困难的框框 就是终日在打工的框框 在游戏里面 我想我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 跟我们玩 那位是女士 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 就是我喜欢买零食 一放工就买零食 喜欢买衣服 喜欢买袋 她没有东西 因为读过客书 一个不错的职业 令到她一定有足够的钱 给她买东西 一定是足够的钱 买衣服 平时不断买 喜欢买 一跟我们玩这个游戏 玩完之后 跟我们说 原来 Jerry 额外支出 很厉害的 原来我平时买了很多零食 很多衣服 好像不需要 好像不需要 我常常买东西 回家都忘记了吃 她跟我说 从之后 她玩完这个游戏 她就说 每次买零食 买衣服的时候 会站在那里想想 我需要不需要 我需不需要 买来做什么 因为之前买了很多东西 不知道买来做什么 现在想想 买来做什么 她发觉到 她计算买卖 她说 一个月都省了不少钱 她跟我说 那我觉得 这个是 现在的大生 是要知道的 在买东西之前 却一却步 想一想清楚 买来做什么 我做Marketing 可以很大胆地告诉你 你刚才所说的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为什么要买 因为我们在Marketing 要想一想 就想一些Choose 想一些方法 来引你 我们知道 我也做过 港口公司的贸人职位 我是知道的 那就是因为广告 就是因为广告 导致所有的人 不断破坏消费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 现在广告 我们已经继续了 21世纪 一个网络世界 是浩天盖地的 有Network 有Advertising 有PR 有P 有P Marketing 你走不走 不是啊 是Work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所有的广告 一边给你吃 一边给你减肥的 两边都赚钱 那我们照样 一边叫你花钱 一边叫你不要花钱 一边都赚钱 很合理的 其实我自己 以前 我想一两年前 其实都是那些 很喜欢消费 很容易被你 那些Marketing 是的 被你找费 引誘 但是其实 过去一两年 我想 当个人成熟了 和自己 玩多了 这个游戏 其实自己 是会小心了 我是喜欢贪美 很喜欢 名牌那些东西 但是 当你发觉 原来你 save了这笔钱 你可以做其他东西 的时候 你就会 醒目 小心了 所以 尽可能就是 满得多少 自己都是一个 样板 都是那些 很容易跌入你们的 只要你 训练得多 这个游戏 或者听得多 一些专业说的 你自然很容易 有个 醒觉 其实 你自己的思想 控制 有两种 一种叫 positive control 一种叫 negative control negative control 是什么呢 例如吸毒 例如 乳酒 不断喝酒 我们知道这些 对自己身体不好 我们就用 我们的意志 可以控制自己 说这样也不行 例如 我shop colleagues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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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好 我可以很 很 很紧张 知道承担后果 知道会甚至危害自己的将来 和生命 有很少部分人 就立刻停了 但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一直沉闷下去的 所以要有另一种 就是positive control 例如 我个案子告诉你 你要我 停任何一种 是立刻停得到的 原医生可以做症 即是拿飞 喝酒令到我痛风白了 我一滴都不可以不喝 因为这个后果是很清晰的 即时见效的 但是positive control 例如 但是如果 我也是一个 原医生很清楚 你叫我 不断地 不断地 做运动 令我的脚 快点好 我是不行的 即是 一天可以 两天可以 第三 有个project 要先改一份 算了 今天停也停 一停就停很久 又停一停 第五天 做回 第二天又停回 在你教这个课程里面 你看到 其实也有些人 在这个课程里面 是体会到 其实他过去的消费行为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那么需要 很多时候是不自觉之下浪费了 而你也看到 每个人都说希望是 在经济上 有自由 即是不要 因为要 要钱 而做事 而走不掉 所以 其实在某程度上 我给你一个 一个 所谓 一个 直接的诱因 你想不想 在经济上 是可以 自主 那你就要做一些 准备工作 其中的准备工作 就是说 其实你不是说 你是有能力是存钱的 而你存钱 就不是要你 吃坑吃坑 必要的东西 不能做得 看医生都没得看 他只不过说 你根本大部分人的生活里面 很多是浪费的 刚才我们讲零食 你知道 在外国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英国说 其实一般的家庭 三分之一的食物是浪费的 香港都曾经做过研究 百分之四十的三万回来 是从来都不会穿的 那就是 可以很容易反省一下 第一 你是不是想 可以说 财政方面 就可以 不用受限制 而你达到这个目的 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而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 死坑死死底 没得吃东西 要辣到肚皮 不是 只不过 你检讨一下你的生活方式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 是浪费的 那不要浪费 有的 有的 很多人检讨过 真的浪费 一走到拨破门口 自然有个八四星人 就说 拜命拜命拜命 真的难搞 所以我通常 除了几次的控制 你要有一个正常的控制 因为几次的控制 很多人都不可以 要有正常的控制 要令他不断 即是要一次割掉 这些不好的习惯 是很难的 因为总是可以 逐一准,易逐一准,逐的减少 只是这样 거기 up 心理治疗 有一个门破 就是这样 ικ Robert E. Sarkis 第一本书 我讯号很多人都看过 也翻译了 我相信简体字和台湾版都有 其实他当时的经验就是 他爸爸是一个好心教育的教育家 可以说当时在Hawaii 他差不多是教育署的头 但是他家里的生活是经常被财政困扰的 他爸爸是一个相当高的工资 一个当时的教育的头发 但是他总是在财政方面困扰 整个家人都是 而相反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 教育不高的 但是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是很务实的 他是很有钱的 所以他那本书是讲他小时候的经历 他说他在某程度上 他当时他爸爸还没过世 他不是很像写这本书的 就是说他爸爸那么受教育的人 但是不懂理财 搞到他那么窮困 而他同学的爸爸是没有真正受过 我所谓传统教育的人是很懂得理财的 他说他两边都学到的 在爸爸那里学到不应该做的事 不只是教育 不只是读书 读得好就行 那是他同学的爸爸 他就学到理财的本领 其实那本书是挺好的 而他的信息也很简单 那这个信息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我妈妈从小到大都跟我说的 一句都说完了 懂得赚钱 不如懂得存钱 就是我们上海人 唯者或者唯妾 从小到大 所以我说 Robert Chiyasaki 因为这句这样的 我妈妈都会说的 哇 那本书真的唱了很多 其实整本书 三句都说完了 很简单 富人拥有资产 穷人拥有负债 中间人 就是中等收入 中产人士 就是拥有一些 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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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正的 OK 好了 那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会很快再继续的节目 哎呀 你转天 风湿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 那很快我们今晚回来继续讲题 就是人人都是大富翁 那我们今晚两位嘉宾呢 Cherry Mac 和Carrie Chu 都是专业的会计师 那 相信 就是有钱 个人都很有兴趣知的 那 我刚刚也讨论到 Robert Tiyasaki 在他几本很畅销的著作里面 曾经说到一些我认为很简单的东西 但不知为什么会做到这么大 那 最后李永康提出他 他其实说了三件事 有钱人 整本书 说三件事 有钱人拥有资产 穷人拥有负债 中产人拥有自己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好了 其实最紧要 就是有钱人 有钱 大家都不需要再去解释 控人负债 那其实最要解释的就是 中产的人 以为他自己是有资产 而其实就不是资产 那这些我们大家要解释一下 即是什么意思 资产呢 不如我问我两位主持 你认为什么叫资产 资产是什么 第一个资产是跟回GAP 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 有几个资产 不如你跟回那本书 国书问那些文件 是match的 是match的 我也说 有几个资产 第一个可以变卖 可以转移 以及有一个价值 主要是几个资产 可以变卖 可以转移 可以有价值 是有价值 其实呢 现在 如何在活销学里面 如何看资产 其实那些东西 是会产生将来的经济收入 有好处 所谓在经济收入的 account的term来说 会generat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 的东西 我们就叫它为资产 好了 富裕的人 为什么拥有资产 是因为他拥有某些assets 某些东西 它可以令到他们不断地产生收入 令到他们不用做 坐在那 然后呢 可以不断地有钱 那些就是资产 即是说 有一辆明贵的跑车 不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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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来做什么 你用来做什么 我都以为 我是个漂亮车 有个漂亮的游船 游艇 那他以为 这个是他的asset 其实就不是 看你的expensive 看你怎么用 看你怎么用 要送给别人 不是 譬如你用一个很漂亮的跑车 你可以吸引到女生 那你跟一个很好的女生 即是开心 这是资产来的 要看你怎么用 如果有这个形式来说 Generat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基本上 所有东西都是资产 你怎样转化它 即是怎样转化它 甚至无形的东西 空气都是资产 所以人都是大富庸 我吸一口空气 比你吸一口空气 我的资产就多你了 那你以为是资产而不是资产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以为资产 其实是负债 我先想一下 什么叫负债 负债是什么 负债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 每个月都好像要帮他们付钱 但好像那样东西 我有了他 我又好像又开心 或者不开心 不知道做什么 很明显 就是你女朋友 你女老婆 这个可以是资产 也可以是负债 那种负债 那种负债 应该正如你这样说 例如 要很大洗费 所以负债 借贷消费就是负债 例如 我们用信用卡借贷消费 卖所谓的名牌袋 名牌衣 其实你买回来 你是个人很开心 但其实呢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债行 在你的信用卡 那这个就是 不断是这样 你要努力工作 然后付钱去还卡数 那你今个月不够还 那就有利息 这些是不断 是你的借贷 那就是你的liability 这就是liability 基本的definition 但是中产为什么会说 他们拥有资产 但是 他们拥有负债 以为是资产 或者是 他们拥有一些 他们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中产是拥有什么呢 在这个社会来说 就是拥有物业 拥有物业 你自己住的那间屋 是资产 值钱的 可以转移了 又有价值了 又可以量度到 知道它值多少钱 但是你卖不卖到 你卖不到 你卖了一间屋 你没有地方住 那我就坐着一个 很贵的一间屋 几百万的一间屋 然后就告诉自己 有这个很贵的资产 那其实呢 另一边的商 另一边 另一边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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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庞大的负债 股价负债 但是呢 那个负债呢 可能你只是看到 银行证明 告诉你 你欠拥十磅 拥十磅 是多少钱 多少百万 你有没有多少利息 今天利息是多少钱 这是负债 黑拍照 白拍照 庚伯特 rado 作者就认为 一些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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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产坐的物业 看似是资产 其实是一家 folks 宝宝资产 还有 未知多少负债 他的解释就是这样 其实我记忆之中是这本书看了很久了 我最近看到其他那几本 其实它的道理是重复的 很简单很简单 其实它有一种说法 无论如何你怎么都将你的收入 草越多越好 譬如草40% 当然在美国人里面是不可思议 在中国的社会 其实印度也好 我们中国人是有储宿的习惯 总之你就死坑死底也好 或者不要浪费 其实很多人都不需要死坑死底 总之不要浪费 买了些无谓东西 你就会很快就有一个所谓第一桶金 我经常说第一桶金最难的 第二桶三桶就很容易 你做到这样的之后 你就可以去投资 投资就是钱责钱 简单来说 香港很多人都是钱责钱 你才可以有所谓财富上的自由度 我叫financial freedom 因为我知道他有这样的资格 一个game plan 但我还没玩过 其实他的game plan 实际上是怎么玩呢 因为将来你们会有 一些特别的课程 你叫做创富工作方 那是四节的课程 那譬如我们香港有些人 真的想学一下一个理财之道 而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中学从来不会教的 中学教的所economic 都是很理论化的那些 那其实你很快都 第一你未必很深切了解 第二可以这么说 在实际的应用方面 都不是很有实用的价值 那好了 那你现在 你们 即是除了在拨开你的 所谓理财的工作 或者在会计方面的工作 那你开始觉得 香港人是很需要 在发展他们的财务的智商 你叫做FQ Financial Quotient 因为很多人真的很低 包括很多做生育的人 那当然了 就知道李永康说 即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贪字 这里有1亿了 未够住 所以再去 那1亿都没了 可能负责1亿了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 你觉得有些什么人是需要来上課 其实所有成年人都要来上課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学过 是因为学校根本不是培养大富翁 所以我们从小读书 是没有人教你理财观念 或者是儲蓄 各方面这些 之以此的概念 都没有什么 老师会和你提出过教理 但是呢 因为这样 令到激发起 我和Karen 这样想一下 既然没有人教 那不如我们 我们两个 去想一样东西出来 教了他 那我们构施了几个月 但是进行一些试验平衡 试过就是 通过这个 現金流游戏 这是我们的工具 那我们就 通过这个游戏 我们去看 究竟 参加者 他怎样 在这个游戏里面 表现到他自己平时的理财方法出来 就像中国人说 开桌打牌了 开桌打牌 你那人会见底 打多几场 他会发脾气 他会割和声 或者各方面的性情 你会看到 这个游戏 因为你要控制自己的资出 你要观察自己的收入 每次都要查自己的收入 你不断这样 要买资产 又要估计自己的负债 你见到那个人 究竟其实他平时 是怎样的 会不会是经常忘记出粮 很多人都忘记出粮 在游戏里面 经常忘记出粮 或者是 他们是 不知道自己 为了财务自由 而存很多资产 很多人 亦都是去 去看漏了他们自己的负债 从来都不想想 自己怎样可以还好 那些债行去 那你在游戏里面 有时会见到 游戏者 那些成情 有些人很精打细算 游戏里面 差不多你见他平时都是这样 精打细算 有些人就是很勇敢 什么都说买 他不理自己 现在生活上有没有现金 他一见到 好像不错的资产 他就说我买 我买 拍摄桌子买 然后数一下钱 我不够钱 你什么性格 你都会见到 因为游戏轻松 游戏 你会见到 那个人的理财性格 即是我们叫 露底了 你已经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 在游戏里面 因为几个参资者 大家会知道 自己跑得如何 哪一个可以 因为自己 有很多资产 而在游戏里面 会胜出 哪些就不断省花钱 哪些都不及顾及 负债 结果他会输 其实这个体验 跟现实生活差不多 你在游戏里面 你见到人家赢 你就学别人赢 你玩多几次的时候 这种 这种的 草资产 减少负债 我们不要花太多钱 这种行为模式 慢慢就好像 infinite 到一个人 慢慢 好像习惯了 从而在现实生活里面 慢慢可以带出来 当然 我们不是说 要求每一个参资者 都是结果就会 省了所有的钱 超厉害 但是我觉得 会是一个好像 循循善有的方法 令到他明白 你现在这个理财的行为 的结果是怎样 那你如果要做好些 你就改吧 我想问 在你这么多位参赛者之中 是否responsible 即是有计划的 不是很谨慎理财的人 是多数胜出呢 还是一些乱的花钱 没有毫无计划 他靠行运 贏的很多 乱的花钱 多数都不胜出的 靠行运 胜出 都有多少 都有 但是 比较多 就是 最typical 就是说 他谈慎些些 肯看 肯看自己投资 那张卡 里面的馅子 是什么 然后 就想一下自己 这个不要花了 通常 小心一点的人 是会跑得快一点的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生活 例子给你们看 富有的 很笼 很笼 超级富豪 大富 中富 小富 大富是哪一帮人 通常都是很进取 很冒险的 但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很幸运 今个星期有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 如果你买了 会员果汁的梅日卵 一万就变成一百万 十万就变成一千万 当然 当然 买到这个梅日卵 是很极之少 我想说 在我们现在的 财 即是在 market economy 社会那里 如果你想做超级富豪 除了你有这么多不同工具 你要很努力地去训练自己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幸运 这件事情 我不可以否认 但是 在我们整个的课程来说 其实 我的目的不是 训练超级富豪 除非我自己是 否则 我想不到 我自己未是的时候 可以trade到对方 是这样 我应该很努力了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不贫不负 应该是最幸福的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 希望 鼓励所有人 善用自己有的资源 好好地分配 然后令自己个人 安乐一点 不要那么惨的生活 如果这个课程 要来训练超级富豪 应该都 挺努力 我应该在自己身上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相信 如果你看回 Warren Buffet所说的 他从来都不觉得是幸运 他每一个投资 他都很深入 去了解背景 我告诉你 Warren Buffet 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如果他不是买个可乐 他不会有今天 他不会买到吉列刀片 他不会有今天 他主要的特色 你发现 Warren Buffet 从来没有一本是他写的 其他人 用他的所谓的心得 去赚钱去写的 真正 Warren Buffet 那本心法 你们是不见到的 Warren Buffet 是不会教你的 会不会这本书有 当然是不会 心法不在那里 但其实很多人都会 听到他之后 来帮他写出来 Warren Buffet 不会教你的心法 Warren Buffet 是有一套心法的 是 他怎么去估计 那间公司 有多少赚钱 将来会有多少 他对于市场 有什么 有什么 估计 其他不同种类的因素 如何影响 那他投资的结果 是有一套心法 有一套情细 很辛苦 我告诉他 Warren Buffet 是什么 他一年 超过五千本的 你最厉害看的 财务报告 我看情细人的报告 分析人的报告 他是一个很可憐的人 知道吗 真是妻离子散 儿子不会承认他 因为儿子想问他 借钉子这么多钱去买房子 不是买到他炒 买到自己住 他不给他 不是他孤寒日 但是Rumbo Pay 认为你这么大的孩子 你应该是自己负责自己的户口 但是 你可以想得到 其实 我想说 如果你认为 支付 当然有很多工具 但其实有很大的部分 不是很大部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幸运 你买对那样东西 嗯 好啦 那 我们今天就 没有办法可以 就是我们不会讨论 你怎么可以增加你的幸运 其实都有的 因为现在很多这方面的资讯资料 例如The Secret 有本书 你都看到的 心想事成 这件事 很多人都某个程度上 都可以在 在科学上 有些证据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其实 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是超级的富豪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资格 这样的 如果你曾经说 做超级富豪 其中一样 那个幸运的成分很高 那这件事 如果真的的话 那不是我们个人 任何的人可以控制得到的 所以都 如果有这样的命运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所谓 但我曾经都说过 其实不重要的 因为我都看出很多好有钱的人 都不是很开心的 最重要就是 怎样都好 你自己的 有些什么的情况之下 可以令你增加你那个快户的指数 中国人说 知足常乐 但是我都说 如果你真的很窮 很窮困的 三餐都有问题 通常你的开心的机会会减低的 所以我都说 其实我们都要学理财 我看在他们的课程里面 有一个是说 十大个人理财的法则 是 或者都可以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那十个理财法则 是用来说的什么呢 十个理财法则 主要就是 不如简介一下 两三个吧 是的 其实 最基本就是 要小心你的 各方面的 小小开支 其实 原来 根据那些统计 就是说 刚才也提过 就是说 一般的 每个人的开支里面 百分之二十是多余的 那如果你把每个月 百分之十或者二十 那些小小开支 就 save了它的话 那可能 即小成多 三大宅麻油柴 即刻即刻都会不错 等于我刚才那个朋友 可能他每个月 买五百元 零食的 不知道的 那一年六千元 那一年六千元 那些不少 六千元零食钱 我可以省卖 那女士 那女士 可能喜欢吃东西 买衣服 那些零食钱 那男士 就可能电子产品 那电子产品 那电子产品 不少两次电话 或者各方面的电子产品 省些 应该可以省到多少钱 应该会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种的理财法则 我们是要注意的 那另一种就是说 我们要分辨到 刚才所说的 哪些是资产 哪些是负债 你不要买到负债 以为自己是资产 对不对 例如 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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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喜欢换车 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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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车 新车 下地 你知不知道新车下地 跌差多少次 50% 对 你也认为50% 很厉害 那我们要分出哪些资产 哪些负债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哪些资产是什么负债 分不出 搞到乱了 结果是没有钱 用了自己很多钱都不知道 这个我们觉得 是比较重要一点 另外就是 另一个第三个提示 你要知道自己每个月有多少钱收入 多少钱支出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收入 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支出 很多时候 花多了花大了是不觉得的 还有很多人都是 我花淨钱我就存 这样不是叫存钱 是淨了才存 不能存 因为资产有限 有无限 我第一童 以前小时讀econ 第一课说 为什么资产有限 有无限 哪有洗剩才来存 哪有得存 存不到 所以其实 要注意的是 会不会是 要存钱 才去花 是 是 他这样说 先知 呼吸自己 我先搞定我自己 我先搞定我将来的自己 我先留一点钱给自己 然后我先去消费 我们觉得这几个重点 很多时候 不知 好像不觉 不理 看漏了 没有注意 其实理财法 人人都知道 不过 不做 注意不到 不留意细节 我们希望在课程中 将这些细节 都可以带出来 就不是说 你去投资 你出哪招 去投资 我们不是说这些 我们希望理财的技巧 是可以 融入到整个生活里面 不只是背十个技巧 每个都懂 如何融入 可以融入到生活里面 我听了一下 我又记得那本书 他又说 譬如你赚了一万元 那你就将四千元 就先放到银行 然后你剩下六千元 你生活费就自己搞定 就不是说 我哈哈哈 小心点用 剩下多少就去存 分别在这里 你要先存 那你再剩下多少 你就用你的生活方面 在这方面 尽量make do 就是六千元 就是六千元 如果大家听众 有兴趣 想在这方面 是进修一些 那你们可以 在我们的网上 你已经 这个资料打上去 那叫做 growrichassociate.com 这个网站还没弄好吗 OK 还是建设 建设 建设 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怎么去呢 是否 info growrichassociate.com 觉得没有 都没得 有一个简单的 报名的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 是81014566 81014566 81014566 你可以在这个电话方面 找或者在电邮 info at growrichassociate.com 这个就可以拿到 多一些资料 或者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电话 81014566 你可以看到 多一些资料 你可以报名下 上这个课程 我有个问题 刚才说 负债 liabilities 有一种 例如买零食 这些是没有需要的负债 但是有些是 绝对有需要的负债 necessary liabilities 例如对我来说 有两种东西 我常常都想撇的 第一样就是撇一间屋 第二是撇老婆 哈哈哈 这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个人的问题 很突然的选择 不是 我想说 这些是liabilities 是很清楚的 比如一间屋这样 不要说我太太 是在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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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就是在写的 是在写的 我说实实 更容易明白 你这家屋 在这里 价格是200万 好了 我买了它 买了一间屋 然后 当然 在这儿看市房 我可以再供它 或者租房 在技术上 我可以再撇去 我想说 有一些 necessary liabilities 虽然 很痛苦地 我们是要负债 但我仍然都要 接受负债 第二个原因就是 老婆 因为我拿了老婆的礼 这是很痛苦的 是负债 就是个人来说的 理财 如何面对这件事 老婆这个负债 看看你如何去定位 老婆可以是一个 assess 同事也是一个 assess 看看你如何平衡 这是个人的财向 会计的帐簿 一定是这样的 有负债 必有资产 所以你应该是未看到 你老婆的资产方面 你把她发掘出来 不要只是看负债 这个是negative thinking 这个是看错的 看负债 去shift一下 至于 房子的问题 其实 如果在地球那里生活 公楼 差不多不能备免 因为 我们不可能是 储几百万才去买房 其实是比较难 我们会觉得 你要平衡自己的 公楼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说 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 以前是兴臨全整户口 他存了十万元 跟我说 我女儿说 我们有十万元 我们不如去买房 我说 买房子 那你买房子多少钱 二百万元 给手期 十万元 他说 十万元给手期 他说 不知如何易按 或者不知哪个朋友 再借少少钱 有一个down deposit 然后就可以借钱 我直接被客人嚇到疾了 我说 哦 你要供楼 你平衡一下自己 收入里面 百分之几 拿去公楼 如果你有五成八成 拿去公楼 原来整个袋里面 我只有二十万元 我十万元去买房子 这是你自己的取舍 所以在游戏里面 我们就要和学生提出 就是说 你公楼之前 你要平衡各方面 自己的资产 自己的资金 应该是资金 收入的能力 不要太负担太重 因为未来市场 市场情况没有很波动 现在经济周期 特别短 很短 比我妈妈那年代 以前是慢慢上升 现在几个月 不是几个月 是几年 经济周期 几年一个经济周期 那你每个收入 你的金钱 在你生命里面 会此起彼落 那你怎样 绝对一个平衡 你要自己 想想自己 可以顶得住 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 借钱消费 非常之坏 借钱投资 借钱投资 也是坏的 例如 如果你看看 你的投资 回报是多少 如果 我借便宜 我未必要用港币去借 我可以用一些便宜的钱去借 我借到便宜的钱 但投资一些 增长快的资产 那你认为 这个又怎样 你如果可以肯定 你的资产回报 你的投资回报 是高于你的负债 所要付出的利息 你肯定一些 那你就可以 可以这样去做 但我不会鼓励 人去借钱 去投资 因为不要去投资 是有风险的 那 猜错了那又怎样 猜错了 你便自己 自己投资出来 还有就是 刚才提出 我们可能借日元 借日元便宜些 那便再去投资 那 是不是普通人 都可以这么容易借到日元 而再去投资 不是的 就是 你要跟银行去谈 那 这个原则是过失一想 但是 之二是行难 那 投资是通满了 危机的 如果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所谓的 arbit charge 的位置 所有人都發了答 我觉得 当然了 所以就要去 给其他人努力去找 你想有经人成就 你就要统下苦工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饭餐 读一些书 读一些专业的投资课程 读理财班 读理财功夫 就读理财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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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这样 每一年刚才所说 看了五千份 financial statement 我觉得这样会成功 这个仿效不非得 那个智库的办法 到最后老的时候就说 不用了 我所有的钱都捐出来 我不要了 我已经不出钱 是空的道理 我什么都不要了 到最后应该是这样 我反而不是这样看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人 对自己的生命 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人 很大的钱 才是开心 有些人 小小的钱都开心 有些人没有钱都开心 其实你 每一个人 对自己的生命 要求是什么 对啊 他可能是 一个很 inresponsible的理财人 但他可能很开心 他觉得 咦 我一生就没输 觉得负债一百万 更开心 有钱一百万 有些人 就是赌徒 不是 不是 其实有个解释 我借钱给你 当我借一百万 你猜哪个开心 我开心 还是你开心 我现在借一百万 你猜是你开心 还是我开心 传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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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出一百万 对我来说 那一百万 我可以负担得起 有这一百万 和没这一百万 对我来说 没有分别 那些分别很小 我明白 但是对你来说不同 你那一百万 可能是救命 可能是买个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很好吃 今天是很饿 我常常都没吃过漢堡包 我就靠那一百万 来买个漢堡包 吃了它 令到我开心 令到我有点体力 令到我开心 是两个不同 那哪个开心点 应该是那一百万 吃的那一百万 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 的utility 你那一百万 那一百万 已经太低了 你太多一百万 我那一百万 一口水 我全的袋子都没有钱 我都是一百万 所以就是不同 我们全都认为 借出一百万 其实不是 是收一百万 它很开心 那一个要借人钱 借人钱更开心 比有钱借给人的人 我都不太明白 我是很希望借钱给人 不希望我需要借人钱的人 因为很开心 因为很开心 还有一个很有趣 因为做过实验 就是 你借了人家一百万 那你的债主 就常常记住你 这个世界上 最少有一个人 是你借钱 你借钱 是你借钱 你开心很多 你知道吗 你当年是否这样 娶了你太太 借了一百万 结果你娶完她 才发现 原来她才是你的负债 当然是猜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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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来猜 是不是够了 其实我们可以在下一个节目讲 不要紧 下一个节目 因为我们有机会下一个节目讲 好 好了 今晚的时间很快又够了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 我们很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 Cherry Mac和Carrie Chiu 也感谢听众收听 我是袁大明 我和李永康 今晚就要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 那下个星期再会